Oh my god 這個包包現在定價十一萬四千六 Hello 大家好 我是Scylla 今天呢 我塞了一個新的場景 那我現在這影片呢 是錄應該算是第三次了吧 非常的不順 因為我跟這個桌子的高度還沒有達成一個良好的默契 所以就剛錄的影片呢 我發現不太能用 所以我現在再重錄一遍 今天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我收藏的香奈兒經典口蓋包 總共會有四個尺寸 那今天影片呢 會詳細分享他們的容量、價格 如何選擇皮革和基礎顏色 還有杯上升的石杯效果 今天影片呢 應該會蠻豐富 這樣我會盡量做的比較簡短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在影片開始之前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你們的訂閱、按讚、還有留言 就是給我最大的鼓勵喔 第一個呢 是 迷你口蓋包 我今天呢 會分享中文名稱 跟它的英文名稱 這都是在官網上面的名稱 這個是迷你口蓋包 迷你flap bag 那這個尺寸呢 是17公分的 我買的是黃色羊皮 山形紋 那我配的這個呢 就是 最一般的亮銀扣 再來第二個呢 也是迷你口蓋包 這個是迷你flap bag 20公分的 這個是藕粉色的牛皮 那這個呢 搭配的是仿舊的銀扣 好 第三個呢 是 是經典口蓋包 那這個呢 我昨天在上網查的時候 發現它的英文名稱是不是變過啦 因為大家其實都統稱這款包叫做CF 就是Classic Flat Bag 但我昨天上官網看它是叫做Classic Handbag 所以今天呢 我就糾正一下它的那個名稱 它是叫做Classic Handbag 那這個呢 是23公分的 這個23公分的是深藍色的牛皮 那搭配的是香檳金扣 好 最後一個呢 是 登登 這個呢 是超級經典的 經典口蓋包 那這個尺寸是25.5公分的 這個呢 是黑色牛皮 那這個搭配的就是跟第一個一樣呢 是這種最經典一般的亮銀扣 那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四款包包 總共尺寸的大小在這邊 這個是18公分 20公分 23公分跟25.5公分 你們可以看一下它大小的比例這樣子 因為還蠻多人問我說 經典口蓋包如果要買的話 要怎麼選擇它的皮革還有金屬的顏色 那我自己是認為 這真的是自己的喜好沒有什麼絕對 加上他們香奈兒現在每一季的更新速度真的太快了 所以絕對不怕沒有包包買 你如果有看到喜歡我會建議馬上下手 但如果你沒有看到喜歡就再等等 那如果你是想要買最經典保值的款式 你應該要買什麼皮革呢 那在這邊我會推薦大家買黑色的 不一定是要買這個大小的 就是買黑色牛皮的 因為我覺得在二手市場 如果你之後想要賣掉的話 我覺得黑色牛皮它的價格會算是最好的 黑色牛皮老實說也是最經典 最百搭最耐看的吧 如果你只能買一個的話 我覺得可以買黑色的 香奈兒他們家二手包的價格 其實都不是太好 除了一些像這種經典包款 它的價格還會維持在 不會掉太多 你們懂嗎 就像我今天如果我的一九包 拿去二手市場 其實就沒有價值了 但如果今天是拿他們家的經典口蓋包 我覺得它的價格算是還 就是可以稱作它是保值 前提是你要是黑色 並且你要是牛皮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孔洞的部分 因為這兩個它是小尺寸的嘛 它的孔洞其實 這樣子近看 這兩個小的尺寸的孔洞 是只有兩個 那23公分跟25.5公分 它們的孔洞 是有四個的 就是這樣子有四個的 所以它是可以 雙鏈杯 或者是把它調成這樣子 單鏈杯的 好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大家最在意的價格 那今天先說這23公分的包包 不是我的 是我跟我姐情商 跟它借來給大家看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還沒有買23公分的嘛 那它自己買了23公分的 它覺得很好用 有多天呢 就是上它的官網查了一下 此時此刻台灣的專櫃定價 我必須老實說 我嚇了一大挑 因為這幾個包包 真的都不是用那個價格買到的 所以我覺得天哪 就是這個價格有一點令我傻眼 這個包包17公分的 現在它的專櫃定價是十一萬四千六 oh my god 這個包包現在定價十一萬四千六 好20公分的這個呢 定價是十一萬九千七 所以這兩個包包的價差 大概就是五千塊左右 這個23公分的呢 現在台灣專櫃定價是十八萬八千一 真的很貴 然後這個呢 25.5公分的定價是二十萬六千九 我自己呢就是看了這個價格之後 我就想說 天哪 現在到底是誰還有辦法去他們家的專櫃買這個包呢 因為我真的覺得價格真的 漲到有一點離譜嗎 我必須說我覺得它的價格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還要離譜 因為我這個包大概約莫是去年還前年的時候買的 我這個17公分的 我剛剛說這個現在是十一萬四千六 我記得我這個包我當時大概買八萬多 那這個現在是十一萬九千七 那這個包我當時 這個包是比這個包更久之前買的 所以這個包 我當時好像是買八萬多 在香港買的 就 它根本跟現在長一模一樣啊 就為什麼會變那麼貴 23公分的這一款的是定價到十八萬八千一 那我姐應該是買大概十四萬左右吧 應該是這個價格 我會如果價格我爆錯號 我會再修正在這邊 它這個呢是應該也是去年還前年買的 在日本買的 當時是這個價格 這個呢其實是我媽送我的 所以這個包應該有它一定有年齡了吧 當時絕對不是買這個價格 當時這個包 我猜我媽可能也買十萬左右吧 那現在這一款就是25.5公分的 要二十萬多 以我剛剛驚訝的程度呢 我就是必須說香奈爾他們家的包包 就是一年比一年還要貴 他們一年的基本盤 如果我們沒有記錯的話 通常都是會挑漲一次 他們家挑漲的漲幅 每一年好像都不太一定吧 這我不確定 但我非常確定是他們每一年都在漲價 所以呢我覺得我剛爆出來的那個價格 就大家會這樣倒退三步 根本不知道該怎麼下手對吧 好那現在呢就是來跟大家 稍微看一下裡面的容量 大家可以裝什麼 我今天就是會用我的iPhone 11 Pro 還有一個香奈爾的皮夾 來做一下大概的示意 裝容量的同時呢 我就會跟你們分享說 我比較推薦哪一個 那今天呢如果你有大概十萬出頭預算 這兩個的話 先給你看一下這個 其實這個就是現在大家市面上俗稱的方胖子 方胖子裡面的容量 是這樣子 有一個簡單的隔層跟一個拉鍊 然後背面有一個小廢袋 這樣把手機 手機放進去 還有一個皮夾 呃其實就差不多了 它大概是這樣子 我覺得 呃因為我這隻是小隻的iPhone嘛 裝進去其實就非常的剛好 所以如果你是大隻的手機 這個包呢 是裝不下的 那這兩個東西放進去之後 其實 欸大概再塞個 可能三到四樣小的東西 就差不多了 所以其實 呃我必須老實說 17公分這個呢 並不是太好裝 它就是真的是一個小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20公分的裡面 20公分的隔層 裡面其實是跟17公分的一樣 就是一個小隔層跟一個拉鍊 然後背後呢 一樣有這個小廢袋 然後我們把手機放進去 還有 皮夾 容量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大隻的手機是裝得下的 因為手機這邊的空間還蠻有的 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比iPhone小隻的手機大的話 20公分的應該是裝得下 所以我覺得以容量來說啊 我覺得20公分就是我自己使用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它 蠻好裝的 而且也蠻好用的 那他們家這個包包的一個好處是 它的鏈帶是可以做調整的 所以你比較不用擔心說 呃你的個子的關係 所以背起來背帶會過長 因為它這個可以用調節扣嘛 我之前也提到蠻多次的 可以用調節扣 調整你的鏈帶長短 所以呢今天如果你有大概10萬出頭 的預算的話 我覺得你要買就直接買20公分了吧 因為我覺得 17公分它就是可愛好看啦 但如果要以10萬多 11萬多這個價格的話 我真的覺得你就買20公分就好 17公分的話就可以Pass 再來呢就是看23公分裡面的內層 翻開之後 這邊有一個拉鍊 然後這邊有一個霜蓋 先開會有一個Chanel的logo 那這個地方呢我有問我姐 它就是之前收納的時候壓到 所以就出現了這個悲劇 它這邊就這樣有點壞掉 那這個隔層的這個地方 是可以扣這個扣子的 但基本上不太會把這個扣子扣起來 那打開之後前面還多了一個這個夾層嘛 它裡面呢沒有拉鍊 但它有兩個隔層這邊 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然後中間這個地方可以放口紅 它其實23公分裡面這個內裡層 就感覺比剛剛那兩個小的 精緻蠻多的 然後後面也有一個 蠻大空間的小廢袋 那23公分呢就 放東西其實就不用太擔心啦 基本上它蠻好裝蠻冷裝的 我覺得23公分整個很不賴 就是算是一個中型的包包了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 它們的25.5公分的 它跟剛剛23公分打開一樣 拉鍊上面是可以的 這邊好像是以前設計來放情書的是嗎 它上面這邊是有的啦 這個拉鍊也是這樣子 這個大小可以放護墊嗎 可能可以 然後一樣呢是這樣雙蓋的 打開 香奈兒 那這個地方 因為收納的還蠻漂亮的 所以這邊就沒有壓痕 一樣這邊有一個很大容量的前面 這邊可以放超多東西的 就是你想放手機在前面這格 嗯應該也是可以 它這前面容量就很大 那它裡面的內容量 跟剛剛23公分的一樣 嗯其實25公分到23公分 的感覺是差不多的啦 這樣子裡面也沒什麼好看 就放進去東西就還是可以很老 那我覺得 其實你們像這樣子看啊 就25公分跟23公分真的 差異不大吧 就看起來差很多 可是我覺得它內裡的容量 沒有說差到很多 25.5公分 大概差這樣子 就老實說23公分 也沒有感覺因為 比較小而比較不好裝 就是你該裝得下的東西 其實23公分就裝得下 主要是你們可以去專櫃背背 看它背起來的感覺啦 因為23公分背起來 就會稍微再可愛一點 再小一點 如果我覺得你現在有這麼高的預算 可以買一個 他們家這個經典口蓋包的話 我可能 還是會比較推薦買25.5的欸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這個尺寸 真的是超級無敵經典的 嗯不太會退流行 那它每一年真的就是 漲幅很高 那這個包呢 就超感謝 而且是我媽很久以前就買的 所以這包我也沒有花到那麼多錢去買它 好我現在來 背一下給你們看 這個是 17公分的 這樣子 17公分的 我覺得它的鏈帶算蠻短的欸 就背起來就是剛好在屁股這邊 我身高是168公分 我覺得17公分這個跨背的長度 還蠻剛好的 那如果你是個子再比我更高的啊 我覺得 你們就會認為17公分的鏈帶有點太短 這就會是一個問題 20公分的 20公分它的鏈帶 長蠻多的 嗯就 所以我20公分的很少會這樣子 側背 我都是這樣跨背 看喔 給你們看一下這兩款 的長度 看得出來差別吧 就是 我插到一些這樣子 23公分的 23公分的 MEC 雙鏈杯 雙鏈杯就會是這樣子 這是25.5的 它的雙鏈杯 是這樣 然後23 其實23的雙鏈杯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鮮小的 那通常 這款包會單鏈杯啦 我覺得會比較時髦一點 單鏈杯的長度 會在大概 腰部到屁股這個位置 算是一個蠻好拿東西的長度 25.5的 看它的鏈帶 你好像是一樣長的耶 所以這款比較沒有鏈帶長短不同的問題 就主要是看你喜歡 25.5的比例還是23 93 真的看起來是會稍微偏小一點點 這款包真的是很經典 那我覺得這樣側杯真的超時髦超好看的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你想真的想買一個黑色的啊 我覺得黑色其實配銀扣 會 比較年輕一點吧 金扣的也好看 可是金扣可能就 比較適合去一些 有場合的地方嘛 我覺得銀扣就還蠻時髦 平常 像我今天 穿這樣橫條紋 配一個這樣子的 白色女奶褲 其他這樣就蠻好看的 這個是這樣的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很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並且按讚這個影片 可以留言告訴我之後 想要再看什麼樣的影片喔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這樣對到腳吧 拜託請天公佛不要再整我了 Durham I'm out of the waiting